《黃金有罪》 我也想準備 我拍這套之前 就是在拍《黃金有罪》 那部劇 因為那個年代的關係 我做ICAC 我就想肥一點 然後我就去增肥一點 不是很多 好像十多磅 八至十磅 很明顯肥了 Jacky打給我 他說達倫 我有個這樣的角色 你想不想做 然後我聽到PTU 就是夢寐以求的一套制服 我做凌晨 第二天 你給我幾個小時的展法 我就去那邊開工 所以反而沒有時間再去收身 肥了 我的衣服我只看到那套制服 我明顯看到一條腰 如果你給我現在 我就覺得不會開心一點 那又沒有 這間公司對我都算是好的 他都給我很多演出機會 我自己的選擇就是 為什麼我這樣做 就是好像都差不多一年了 我跟他轉了一份合約 我一向的方向就是 有了小朋友之後 突然間思想不同了 我很想接多些不同的東西 很想試多些不同的角色 接觸多些不同的人 去找究竟我可以做到多少 角色上的東西 究竟我可以帶到多少東西給觀眾 過多幾年才選擇 我真的會求安穩 我覺得在我現在這一刻 我做到的時候 我更加要去試 這個選擇 有很多朋友都跟我說 或者同行都跟我說 你很大勇氣 因為始終的市場大一點 但你說是否真的 周邊的人所看這件事 我覺得不是的 別人市場大而已 親不親你玩是一件事 你能否入到別人的圈子 是另一件事 所以我過去一年所做的事 就是我去鋪定我一條路 我認識一些人 而令到我可以入到那條圈子 可以令到我 真的做到我之前所想的那件事 不停碰釘 幸好我的性格就是我不怕吃虧 因為我知道我預早 有很多話說完不成事都多 或者跟他們所說的 有出日都多 希望遇到我真正的白亡 現實一點說 我們公司 其實我們一直都是 講心不講心的 講我們在香港的市場 公司給了些甚麼 我們要賺錢都是出去賺的 一向大家知道 所以我也很清楚這件事 國內的條件一定好一點 待遇一定好一點 盡可能不要跟香港比較 要博的 張偉健跟我說過一句話 達倫 如果一個成功的人 演員好做所有事的人好 成功的人是怎樣的呢 你要踩著鋼線去走 你才會試到一些不同的東西出來 你才會試到一些 別人做不到的東西出來 在這個舒適中 你永遠都是做回前人做的東西 你沒有用的 如果你不突破你自己的話 我看到Dicky 我看到很多成功的人 是 他們真的做的東西是不同的 他們的思想是不同的 令我啟發到 若果我自己不真正找我自己的鋼線 我不會成功 我這個成功 都可以給我兒子一個 哇 爸爸你都很聰明 我都很希望好像爸爸那樣 他自然就會走一條很努力的路